成品油價改善 但剛才提到的原因 昨天入市請指教 昨天入市 今天吃了眼前虧 不太幸運 原因是 再通脹交易是有少許退潮的情況 所以見到很多跟經濟重啟相關 也有這種情況 因為大家擔心疫情下 油價之前衝上很厲害 覺得經濟重啟 現在衝上去了 現在看到全球好像又來過 會不會對石油需求有影響 所以就走了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 要先吃眼前虧 總而言之 昨天買了 不知道是高位還是低位 低位仍未虧得太多 還算是傷就傷 但仍未是很傷 而且中線 仍有頭肩底的形態 仍未消失 仍未破壞到 因為這個肩 這個頭肩 這肩也可能是肩 所以最重要是不要穿這肩位 最重要是三個八核六 最重要 以至這個低位也重要 第二個低位是三個九度 小小小小 貼上一塊就很難看 大約三個九度 三個八核嶺 總之三個八核六 三個八核半 這個前浪底或者支持 或者當它不是太標準的 頭肩底的右肩水平 不要穿 向上的趨勢暫時還未扭轉 雖然現在有小碳前欺負了 但也不用太擔心 可以繼續持續 把頭肩底維持到 不會穿下去 這就是三八六的情況 和黃醫藥 通常新股不談 因為主要講其實分析 上了市 有機會見到一圖 就開始累積到上下 再跟大家說一下